大家好,今天非常感謝大家來採訪我們松煙公園催生聯盟到監察院陳情的記者會 我們大家都知道今天是監察院糾正大巨蛋到昨天已經滿了500天 那這500天以來台北市政府並沒有積極的進行改善的作為 然後反而全力強勢護航,讓大巨蛋通過都市設計審議 那這一個部分呢,我們今天到監察院來,就針對這個部分提出一個陳情 請監察院立即糾舉台北市政府的這一些違法的行為跟彈劾台北市長好龍斌 那另外呢,我們也有在整體資料的過程裡面發現 遠雄巨蛋公司他們變更了協力廠商,然後也變更了投資計畫書 這個部分也是監察院糾正的一部分 但是在我們檢視資料之後發現呢 遠雄變更的協力廠商,除了變更投資計畫書不合法之外呢 他們變更的協力廠商是羅興華跟徐少尤建築師 那這個徐少尤建築師呢,也是當時就是台北市政府委託進行大巨蛋先期規劃跟可行進評估的一個單位 所以呢,這個依據採購法的相關規定 做先期可行進評估的人,這些先期計畫 然後依據這個結果去進行採購招標的這個案子 這個規劃,當時做規劃的這個人是不可以來參與投標的 因此我們今天在這裡也是主張 台北市遠雄巨蛋公司變更協力廠商為 羅興華建築師,徐少尤建築師 這個部分也是違法的 那我們也在今天向監察院進行陳述 那我們今天,我們非常的希望就是 大家都看到遠雄現在已經拿不到建造,所以違約 那我們相信台北市政府已經可以跟他解約 那我們也主張這個案子從招標開始 從量體的爭議,以及他各項 不管是真審委員接受招待去吃飯 還是說他們議約的過程,大幅變更了BOT合約的內容 這一些都是整個監察院糾正的過程裡面有提到的東西 那監察院非常善意的說,他們只對市,不對人 那既然監察院釋出了這樣的善意 台北市政府是不是應該趕快解決這樣的事情 那基本上來講,這五百天來 台北市政府不但沒有任何改善 還變本加厲,護航財團 然後要繼續執行這個合約 因此我們今天到這裡來 就是再度向監察院陳情 請監察院在糾正案提出五百天之後 應該落實他的糾舉權跟彈劾權 不要讓監察院的威信 因為被大巨蛋整個給摧毀了 監察院糾正大巨蛋這個案子 其實扭轉了非常多人對監察院只打蒼蠅 不打老虎的這種觀念 大巨蛋是馬英九前市長的這個政績 現在他是總統 那監察院敢糾正馬市長任內重要政績的這個大巨蛋案 真的讓非常的多人感到非常的振奮 那我們也希望監察院可以繼續加油,繼續下去 幫我們台北市民守護送財煙場這一塊寶貴的綠地 然後讓他有機會再往日後成為一個台北市第二座森林公園 那以上謝謝 部分喔 就是這個大巨蛋的BOT合約呢 整個案子是在吳清基現任教育部長 吳清在當台北市教育局長任內去規劃完成的 然後在那個當時的財政局長 也就是現任的財政部長李樹德 完成議約跟招標的 然後最後呢在我們的現任的總統馬英九先生 他在當台北市長的時候 簽訂了這個BOT合約 那監察院當時糾正這個大巨蛋的案子 還有一個部分就是他的BOT合約大幅的變更 然後整個都傾向了財團的利益 因此認為有為師予以糾正 但是台北市政府在監察院糾正之後呢 不但沒有改正這個合約 然後反而依據這個違法的合約 在遠雄公司違約的情況之下呢 然後只罰了他三百萬 可是其實在公告申請須知的內容裡面 應該要罰九百萬 所以目前已經突立了廠商六百萬 讓遠雄有不當得利 節省的這個違約罰款的這個事實發生 那因此呢我們在這裡主張 當時進行規劃以及進行招標 跟最後簽約的這些人 已經在實際上已經因為他們的行為 讓廠商不當得利 這個要告圖利是哪幾個標的 哪幾個官員 就是主要就是第一個 有當時接受招待的這些 有接受招待的這些 真審委員 這些真審委員 依照規定在真審階段 是不可以跟 不可以跟投標廠商有私底下的接觸 那這些真審委員 當時也有司議員質疑說 他們去吃飯的這個事情 可是台北市政府 並沒有進行相關的處理 然後因此這個部分呢 其中還有一個真審委員 因為其他的案子 真審過程裡面 收受賄賂 已經被判刑確定了 所以我們在這裡主張 這一個部分 在大巨蛋的招標過程 是一個非常大的弊端 我們也會針對這幾位真審委員 進行行事告發的動作 那其他的就是這些 規劃簽約 以及招標的這些人 對就是 現任的教育部長吳清基 財政部長李樹德 以及現任總統馬英九先生 謝謝 所以至少有這三位 我們大家知道的政治人物 對他們一定會 我們一定會對他們提起 這個福利政的這個行事告發 OK好謝謝 謝謝 你交正 你交正 我裝傻 我裝傻 你交正 你交正 我裝傻 我裝傻 台北市政府違法 台北市政府違法 監察院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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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掌 dokken台北市政府 韓河市長好龍兵 驚取台北市政府 韓河市長好龍兵 大巨蛋BOT致死無效 大巨蛋BOT致死無效